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嘉宇老师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格局时间 我相信很多接触紫薇斗树的同学或是朋友们 你们一定对于莲真心的掌握上会觉得 他到底是既莲又真还是又歪又邪 那不知道嘉宇老师有没有关于就是莲真心的组合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当然有啊 莲真心真的是一个不好理解的心药 那我们古书上面呢有看到两个关于莲真心的格局 一个是莲真杀不加声名远播 嘉宇老师我这样听下来之后 我又听到了一个陷阱 是 这个陷阱就是古书里面啊 杀到底是七杀还是杀心 我都杀杀分不清楚 没错在古书上面写的杀呢 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是七杀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 杀未是杀也 其实这边说的杀是指的是世杀 也就是说莲真心不适合碰到世杀心 来我们看下一句 如卯公安命直之主贵 这句话是说呢 如果莲真心呢 在卯卫当命公主贵 听起来好像不错对不对 对啊感觉很好耶 但是很多人认为莲真破君这个组合呢 是莲真心一个不好的组合 不会我觉得他很帅 因为莲真破君对面是天响 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帅 轮廓很深像外国人的人 对我也很喜欢 对我也很喜欢 因为莲真心呢跟破君在一起啦 所以呢大家觉得他很不好 其实他只要不要碰到煞心的话 他就主贵 莲真心画气为球 这个球呢有节制的意思 那这个有节制又有梦想的人 是不是还不错 我觉得很好 亦宜三合吉兆事也 如果在三合之内呢 有遇到吉兴的话 那就更好啦 怎么样的好法 如果他在三合之内呢 遇到吉兴的话 就算呢他加了一颗煞心 其实也还好 今天真的很不错耶 根本就没有大家对莲真心画气为球 是会关注什么东西一样 其实他的球呢 只是让自己呢 比较有节制 那这样也没有不好啊 或在卫生二宫做命无杀异己 他的意思是说 或者呢是在 卫卫联真七杀做命 对公是天府 他懂得自我节制 而且坚决有毅力 那内心呢他又善谋略 在外他又具有外交能力 跟领导的才能 那在跟身卫的联真 做命对公是贪狼这个组合呢 这个个性上呢他懂得节制 内心呢有各式各样的欲望跟想法 那在外人员又很好 漫漫又遇到煞星是不是还不错 我觉得很棒 这样能够声明远播还不错嘛 所以联真心其实 轮廓身长得好看 加了破君有梦想 加了七杀有执着 加了七杀的对面有天府 又很懂得做人 然后运筹帷幄 对面加了贪狼的 社交能力又很好 对 我觉得很好耶 而且联贪这个组合的也是帅哥美女 我旁边这位就是 我们这个联真煞不加声明远播呢 这解释说联真心呢 不要再碰到是煞星 那通常这样的人 他都能够声明远播 因此呢我们说联真心呢 他就像外交官一样 他的外交关系很好 遇到桃花星呢 他就有机会成为桃花星 他自己也具备了强大的持场 可以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那如果加了煞的话呢 这个声明远播呢 可能就成为不好的名声 所以还是爱注意 爱注意哦 我好像对联真心有在了解一点点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好像联真心也有一些不好的格局 不知道嘉瑜老师 有没有例子来问我们做示范 行求加益 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 又行又求要被关起来 很像大家俗称的半官非 那这个行呢 通常就是指的就是天行或是情阳心 丘呢就是连真心 印呢就是天象心 那这样的组合呢 最常出现的就是在子五位 连真天象同工在子五位上面 如果他不小心倒霉了一点 碰到他原本就带了一颗煞心的时候 比如说带了一颗情阳心的时候呢 或者天行心同工的时候 自己本身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在 那更不好的状况呢 走到丙年的时候呢 在五位呢会有一颗情阳心 那行呢也有可能会出现 同时间呢如果走到丙年的时候 连真化祭 那是不是完整的形成所谓的 行求加印格 我老公就与生俱来这种格局 但是我看他也没有被抓去关啊 是不是 所以人家通常都会觉得他很糟糕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古文上面的解释 天行连真同龄生命主无勇之人 也就是说呢如果命工作这样的情况 你不会天生就犯官非啊 那如果天生就犯官非那你老公怎么办 没有一出生就注定要被抓去关 没有这样子的啊 古文上面写无勇之人 就代表说你这个人呢 会为了自己的梦想跟想法很坚持 不管是因为天行星 或者是因为情阳心对自己非常的要求 会为了自己的想法去努力去往前冲 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在运线上 如果三当事正又有其他的煞心进来的话 很容易变成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不管社会的道德怎么想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容易犯官非 可是呢如果我没有犯到官非 而且呢我是照着社会规范在走 比如说连真会划路 比如说三方事正呢 没有其他的煞心让我太暴冲的话呢 我是不是就变成人家眼中所谓的 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敢往前冲的那个人 对我老公比较像这样的人 哇那你老公就是无勇之人 对啊 没错哦 因此呢这个组合是不是不见得是 完全不好对不对 那犯官非呢他有一定的条件才会组合成 真正会犯官非 不然只要连针天象捉迷禀年生的人 是不是一辈子都很倒霉 对啊没可能 他反而呢会变成是愿意 去冲破社会的道德规范跟牢笼 然后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说心穷佳硬呢 本来感觉是一个不好的组合 但是呢我们下面的解释又说 他是无勇之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格局当中也带有了 我们之前讨论的很多格局都讲说 古代的人其实就是喜欢乖乖的 对啊 会听话 不要听话就是对 对 那连针天象加了忌 然后或是加了天行或是情仰 因为他会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前 会带一点点突破社会框架 所以会让一般比较喜欢传统规则的人 会觉得这样的人比较不听话 那其实如果他不要组合到太多的杀技的话 还是蛮安全的 他只是会追求自己坚持的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你只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去追求自己想要 其实也没有不好 有一天他还是会成功的 这两个格局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喜欢的话 帮我们按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